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YouTube频道 今天的内容呢就是我近期的一个购物 分享8到9月这两个月陆陆续续入的一些东西 大部分呢是打折的时候自己买的 有一些我自己的囤货 然后有个别讲的东西呢是品牌寄给我来试用的 我们就非话不得说马上开始吧 那我们先来说今天唯一一个不是美妆品的产品啊 就是三吨半他们家超经典的这个数字咖啡 是前段时间三吨半美国官网给我寄来试用的 那三吨半他们家就已经不用我多介绍了 在国内已经是非常出名了 可以说是速溶界的天花板 因为他们其实用的并不是传统的速溶技术 而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这个低温冻干技术 那味道就非常接近现磨咖啡了 而且冷水热水牛奶都是可以直接冲开的 非常的方便 它给我寄的是这个综合装 就是一盒里面是24小罐 一共有六种味道 它这个数字其实就代表它这个烘焙的浓度 数字越小的果酸味越重 然后数字越大呢它这个苦味就越重 我是比较喜欢喝偏苦一点咖啡的 整个这六个味道里面 我最喜欢的是四号和五号 那四号呢是65%中度烘焙的 而且它有一点红酒的果香在里面 我是比较喜欢拿它来做冰镇的生烟拿铁的 然后直接用这种就是咖啡专用的厚椰乳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厚椰乳太甜的话 你也可以少用一些剩下的加牛奶就可以了 然后配这个四号就非常好喝啊 直接get生烟拿铁 这五号呢是80%深度烘焙的 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比较偏苦的咖啡 而且它还有淡淡的坚果香 我老公也特别喜欢 所以我们后来又单独回购了一盒 就是只有五号的咖啡粉 他喜欢喝凉的 我喜欢喝热的 就是同时都可以满足 平常配牛奶就可以 但是我喝牛奶有时候会长痘的 所以我更喜欢拿它搭配这种超市买的这种燕麦奶 直接就做成燕麦拿铁了 这个牌子其实无所谓 燕麦奶味道都差不多 只要是燕麦奶就可以了 搭配这个五号非常的合适 如果你还没有喝过三分半他们家的咖啡的话呢 可以先买这个综合装来试试看 等到确定口味了之后呢 再买那种就是一盒里都是统一味道就可以了 那我也帮大家申请了 这个三顿半美国官网的福利 那买一盒呢就可以打八折 而且直接包邮 折扣码呢是NINA20 买两盒呢可以直接打七折 而且还加送三顿半的一个旅行咖啡杯 折扣码呢是NINA30 这个杯子在结账的时候呢 是不会显示在购物车里的 但是你找折扣码输对了 就肯定会送的 所以不用担心 那七折加送杯子 绝对是北美三顿半的实地价了 这样折扣码呢也会在10月31号过期啊 所以如果想入想屯的小伙伴 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 另外呢是如果习惯在Amazon下单的小伙伴呢 三顿半其实也是有Amazon的官方店铺的 然后也是可以直接打八折的 折扣码呢是20NINA 所以如果叠加这个Subscribe and Save的话 还可以额败九折 但是呢就不能送杯子了 所以还是官网的折扣稍微给了一点 好接下来呢就全都是美妆品了 我们先来说几样 我在Alta五折期间买的东西 首先呢是Clarence她家的这个提拉眼霜 原价是89美金吧 五折之后呢只要44块5美金 非常非常之划算了 所以我就赶紧入了一个 它是一个比较丝滑的质地啊 一点都不粘腻 但是又有一定的保湿力啊 所以算是一个比较适合春秋天用的一个眼霜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我对Clarence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好感 就是我觉得它更偏干皮一点 很多东西就是用在我脸上都会让我暴斗 但是这款眼霜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是我喜欢那种眼霜的质地 然后目前呢在我眼中呢也没有长痘 然后也没有起任何脂肪力 但是我用的时间真的不长 就前段时间刚买回来的 目前它的这个对细纹的这个提拉紧质效果 还没有看出来 所以我还要再试用一段时间 如果效果好的话 可能会出现在年度爱用里 或者是空瓶剂里面 然后呢就是特别开心 现在五折抢到了Kios他们家的这个清洁套装 这是只有Plotin和Diamond会员才可以买的 是一个刚上架的套装就直接打五折了 超级的给力 它原价是56美金 五折之后就只要28美金 但它的价值呢是82美金 82瞬间就变28 非常致给力 它里面一共三样东西 其中一样就是他们家这个正装125毫升的这个白泥面膜 这个是我之前就是用过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现在手上也没有了 所以正好算是我的一个囤货 它这个清洁效果真的非常的给力 特别适合油皮毛孔粗大的小伙伴 冬天的话我可能没两周才会用一次 夏天的话每周都可以用啊 能定期的帮你清一下这个毛孔里的油脂 以及一些多余的分泌物 然后这里面第二件是他们家正装的 这个150毫升的保湿沉洁 这个沉洁我之前有买过 它是一个不怎么起泡的折力质地 所以其实不是特别适合油皮啊 对我来说稍微有点不疼不痒了 对干皮其实是更友好的 所以这支我可能会给我妈妈用 这个套装里还有一个28毫升 他们家这个旅行装的保湿面霜 这个也是更适合干皮的 然后我应该会连着这个洁面一起给我妈 我妈是熟领级 所以用高保湿的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整个这个套装呢 相当于是白泥直接打七折 另外两件都是送的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划算 那奥特也真的是我心目中的良心上家 就是刚上的新品都直接给五折了 然后呢是Clarence的控油洗发水 这个其实是五月份 奥特他们家这个护发品五折的时候我买的 但是最近才打开用啊 就跟大家快速反馈一下 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控油的作用 我平常是两天洗次头 用完它之后依然还是两天洗次头啊 它味道很好闻 然后起泡也算比较丰富吧 但它就是真的没有什么额外的控油作用 他们家真的是用来用去 还是觉得跟洗发喷雾最给力 这个洗发水我会把它用完 它不算雷品啊 但是也真的是没有经验到我 如果大家再看到五折的话 也没有必要买了 那接下来这件呢 是我在Amazon上买的 是Nutri他们家的头发肉毒素 这个是我一个同事 给我们整个办公室的女生都种了草 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买了 它其实并没有真的这个肉毒素在里面 只是它这个产品的名字叫Botox 它可以算是目前为止 我试用到的对抗沙发毛躁发里面 就是最有效的产品 没有之一了 它抚平毛铃片的效果 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而且用一次的话 可以保持两个月 所以你不需要用的特别多 我也是买了他们家 就是最小的一个size 只有80颗 我感觉我可以能用个四五次 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一个发膜的质地 但是它的操作呢 又会比平常的这个发膜 要更复杂一点 你要先呢 把头发都洗干净 不要用任何的护发素 或者是发膜类的产品 直接就把它吹干 吹干之后 就把这个产品均匀的 抹在你的头发上 然后坚持40分钟 40分钟之后呢 你再把它冲掉 但是不要冲得特别干净 让它稍微有一点残留在你的头发上 然后再把它吹干 然后并且拿加板加直就可以了 算是操作稍微有一点麻烦的产品 但你如果两个月才用一次的话 其实也还可以啊 不是你就是每次洗头都要来一点的 然后这两个月期间呢 你甭管用什么其他的护发产品 怎么做造型 它都能确保你这个毛铃片 非常非常的丝滑 然后我是上周第一次用它 然后整个这周 我已经洗了三次头发了 我今天没有用任何的发油 洗头的时候也没有用发膜 就是普通的护发素 然后我头发现在还能 这个效果我已经非常开心了 而且今天我录视频的时候 还是下雨天啊 下雨天湿度大的时候 我会比平常那个头发 显得更毛躁一点 但今天并没有 就是艳还是非常的服贴 所以这个产品真的是有效的 而且能持续时间比较长的 我觉得是非常惊艳的一个产品啊 如果有沙发毛躁发 小伙伴非常的推荐 但是但是这个话说回来 这件产品呢 其实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的 就是它的那个气味非常的熏眼睛 你一定要在就是通风良好的情况下 在用这个产品 而且用完它之后 赶紧拿那个浴帽把它鼓起来 就是不要让它那个味道 散得到处都是的 我上周就没有好好看这个instruction 就是完全没有开窗 厕所也没有把那个换气的风扇打开 而它需要40分钟嘛 要等很久 我就披着头发各屋乱窜啊 所以它这个刺激的味道 就弄得到处都是 我这40分钟基本上前10到15分钟 我这个眼睛一直在不停的流泪 而且可能因为就是每个屋都有这个味道 我吸入了这个过量的气体 第二天就是整个头巨疼 就难受到我就直接请假在家休病假 所以如果想买小伙伴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你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流泪 可能会头疼啊 尽量还是让自己在一个比较通风的环境下 会安全一些 好 接下来呢是 Demelogica今年新出的一个燕麦椰奶解烟粉 这是他们官网寄给我试用的 同样都是解烟粉 但它这个质地其实是和他们家经典的这个解烟粉 完全不一样的 它加水之后这个粉末会快速溶解掉 所以并不会有任何颗粒感 会直接变成一个豆奶一样的质地 不属于那种物理去角质的解烟粉 但它这个去角质的效果 其实是和他们家这款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即使没有颗粒感 它也能给你一个迅速的化学去角质 所以如果有就是敏感期的小伙伴呢 我其实是更推荐这款解烟粉的 接下来呢是我又回购了两罐 就是Kimchoo 且出他们家的土豆泥卸妆膏啊 这个是我去年的年度爱用 手上的这个存货都用完了 所以我就又囤了两罐 这个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 和Farmacy他们家这个卸妆膏的卸妆力 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而且价格呢又比Farmacy要好很多 它这个正装也是100克的 只要20美金 非常非常的平价 然后每个里面也是都会带一个这个小巴勺 然后里面就是这个土豆泥的质地啊 还有一股柚子的清香味 这个真的已经介绍过太多次了 就只要用到最后一罐 我就会马上去存货的产品 那我有他们家这个美国官网 长期有效的一个85折码是Nina15 然后有时候他们家官网 还有这个额外的满额赠活动啊 85折叠加满额赠 应该就是这件产品的始低价了 如果你不想错过他们官网的满额赠活动的话 可以follow一下我的instagram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摩洛哥油这个同品盘的护发素啊 我是在斯布兰随便买的 但结果非常非常惊艳 特别的喜欢 它算是护发素里非常丑的一个质地了 就是更接近发膜的一件产品啊 用下来也确实觉得它这个保湿度非常高 比一般的护发素甚至比某些品牌的发膜还要更滋润 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尤其是对头发比较干燥 受损比较严重的小伙伴 非常非常的管用 真的就是随便买的 结果就被惊艳到了 那接下来呢 是Fresh他们家今年新出的一个沐浴乳 是他们官网直接寄给我来试用的 它这个造型像个小牛仔瓶一样 其实也是比较乳液的质地 清洁能力比较一般 但是保湿力比较强的一款 它这款呢 是含有鸡血草大米跟亚麻籽的味道我是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它这个定价稍微有点贵了 250毫升的这个沐浴液还要32美金 就如果自己花钱买的话 我可能不会去买 这个价格我应该能买到一个其他品牌500毫升的沐浴液了 没有必要就是花这个钱买这么小瓶的 那今天最后一样的是 我在亚米网回购的安慕杰他们家的试测纸 这个自从我上次用过之后就超级超级的喜欢 我之前买的那个家庭装已经被我用空瓶了 就一直想在亚米网上回购 结果它在亚米网上是只要一补货就抢光 一补货就抢光啊 就妥妥的断货王 最近好不容易让我抢到了 一下入了三个 它三个一组一起卖 也会比单独买要更便宜一点 好像一共找6块钱 相当于每一盒大概就2块钱 非常平价一件产品 安慕杰他们家这个试测纸是弱酸性的 对女生的这个私处非常的友好 而且它抽出来之后 不会像湿纸巾一样 那个水滴滴答答的 算是一个半干半湿的一个状态 非常非常的柔软 这个试测纸我其实不但精气的时候会用 平常上大号的时候也会用 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它这个家庭装是40片的 还有卖这个旅行装是15片的 这个旅行装好像在亚米网上4包 才卖5块钱 也非常非常的划算 而且还可以叠加亚米网这个额外减三刀折扣码 NINA2022是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可以叠加在其他折扣码之上的 好了就是我这期给我分享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跟我一起买买买 好折扣一条都不辣的话 别忘了关注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